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K 同学们 OK 这个 今天要教的课程就是这个 Expresso Cheesecake 哇塞 听到这个名字一流啊 喜欢喝咖啡的人 这个课程一定要学 OK 不好意思 现在我们马上开始 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会做一个蛋糕底 然后就会 再做一个 起司的牧师这样子 之后就到装饰 上保抗 OK 现在我们来看看它的材料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玉拌粉的课程 也是这个 之前买了这个粉的人 学生就是可以 我就是教你们 多用怎样去多用法 这个这个这个产品 这个就是我们的 Baker's Light Cheesecake Mix 然后我们用到的就是蛋黄 OK 蛋白 也是那句食谱 到时我会写在上面 或者是下面啊 OK 然后动物先来油 然后水 细砂糖 然后第一步的呢 我们就是要把那个 蛋白和糖 搅拌 搅拌 就是打发 就是打一个 打一个 一个蛋白 给它有打成有一个 发泡这样子 所以可以令到你的蛋糕 比较松软这样子 OK 我们马上开始 马上开始 首先我们就把这个 蛋白 搅拌 然后这个细砂糖 倒进去 OK 这个 蛋白和糖 打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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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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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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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进去就可以了 ok 我们有蛋黄 再来冲水 ok 之后就 倒先来油 ok 然后我们公司的玉拌粉 Baker's Light Cheesecake Mix 然后搅拌 Plant Flame 车 折olan 块 完成 那我们两个就已经搅拌 可以了对吗 OK 然后我们就 加一部分的蛋白在这里 主要都是 等下他们两者 搅拌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OK 之后就倒回在这里 其实和之前几个课程 做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没办法 没关系 做了几次给你们看 OK 之后我们就搅拌一下 OK 这样就可以了 它有一点这样子 会流的水状 之后我们就准备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就是 12乘12 然后我们底部 就是放一张纸下去 最好是剪给它刚刚好 这样烤出来 只要你脱模的时候 都比较漂亮一点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面糊 倒进去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其实做烘焙 最重要的就是练习 每次步骤你忘记的话 它就会触触问题 它就会触触问题 我们把这个推给它均匀 OK 之后我们就准备180度的上下火 然后把蛋糕烤熟 时间都是大概20分钟 就这样谢谢大家 OK好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进行进炉 放进炉 180度 看到吗 进炉 关门 一定要关门 然后我们放20分钟 OK 谢谢大家 同学们现在就已经是20分钟了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要把蛋糕拿出来 谢谢大家 好这样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OK 关门蛋糕就已经烤熟了 哦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蛋糕就是反过来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瓦 好 表演一下 这个单手法 厉害厉害 厉害 OK 所以我们就要把底部的纸打开 布地都是要把 啊 让那个蛋糕 快点冷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 OK 所以我们公司的牌子就是这个logo的 好 是马上拖 或者放冷之后拖也是可以的哦 由于时间的关系哦 我比较着急 所以我就马上拖 好 好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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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蛋糕就是这样 看到吗 这我们就放冷备用 看到是不是非常的有弹性 对哦对哦对哦 OK 看到吗 OK 谢谢大家 OK 同学们 现在就到第二个步骤 刚才我们就已经是 烤好这个蛋糕 对吗 OK 然后现在我们就到第二个步骤 然后 放得高一点 ok 好 然后第二个步骤的材料 我们是 两样东西罢了 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公司的 这个玉拌粉 叫做Batina Cheesecake Mix 然后 食谱只是需要加入这个 webbing cream 动物馅奶油 ok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就两个东西我们 倒进去 现在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打蛋器 手打打蛋器 之后就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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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効 看到它越来越浓潮对吗 这样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over mix OK 这样就可以了 OK 你看它已经是好像cream 对吗 OK 看到吗 就是这样 OK 所以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要煮一个 Express Shop 这样做呢 这个 怎样说 在那个烘焙 也不是烘焙店 在这个 Supermarket也是有买得到的 如果没有这台机器的话 你可以用 用那个Nescafe 好 Powder 加水就可以了 OK 可以一个杯 OK OK 来我们做一个Express Shop 出来开机 OK 好 这样就可以了 WOW Express Shop 好 好 这台机器没有用Express 好 好 OK 之后呢 切成一半 OK 对了 我们就把这个蛋糕切成一半 好 就反过来 OK 好 然后我们做 我们就把蛋糕放上去 OK 两个 这样 OK 然后就 把这个 咖啡 Express Shop 咖啡淋下去 好 有烧可以用烧 没有烧 就这样 零也是可以 一定要放均匀 尽量每一个 哎 看不到 不好意思 哈哈 哎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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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满就可以了 OK 好 这样它就会全部吸进去 对吧 是的 老师看得清楚吗 我等它吸完下去 好 之后我们就把这个 刚才这个起司啊 进一个挤花袋 我们挤上去 就是我们挤上去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 啊 那个层次感比较均匀啊 你现在涂上去 就没有这样美 明白吗 OK 我们就把这个 哦 塞进去 等于是放回来的 OK OK 再转回去 OK OK 就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是要分两层这样够了 所以底部那层我们就给它厚一点没关系啦 上面那层薄薄就OK了 好 大概就是剪一个这样的洞 看到吗 看不到 我也是看不到 好 就是这样 OK 然后我们就把它挤下去 好 看不到 好 看不到 我看不到 我因为又要看住那个镜头所以 有点弯弯是没关系的 有点弯弯是没关系的 OK 继续再加一些Cream 挤一些Cream OK 好 最厚的 咦 灶一下来 OK OK 好 之后这一层呢我们就放上去 好 OK 之后我们也是一样 好 放这个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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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给它平一点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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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有占到这样就漂亮了 OK OK之后呢 我们就把 这次最其他的挤满在上面就可以了 就是要分布均匀一下 只是一层薄薄这样就好了 好 对 所以 所以只是一层薄薄 搞定 好 这里还有少许的 OK 所以就用这把这个刮刀 就是把它铺平了 好 小小力就好了 我们挤上去就是有这样的效果了 就是如果你涂上去啊 它会走来走去啊 所以我们这样子 涂一层薄薄 只是要盖一层 等下我们要进行装饰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OK 这样子清清就好了 好 其实是放水柜它冷了茶就比较美了 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就教你制造比较容易的 轻轻跟着 撒扬它就好了 很多时候就是 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就铺平 看到吗 非常的清楚 没错 OK 好 这样就好了 稍微就是 弄整齐一下啦 其实这些蛋糕 通常我们在蛋糕店都是 这样的啦 到最后我们就是要冷冻之后 我们就把它切片 OK 切片呢 做 做 撞刺啊也是可以 好 OK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进这个 冷藏那边 就是给它定型 定型之后我们就放可可粉 装饰巧克力装饰 这样就可以了 好 OK 吸热 放下去4个小时 好 然后我们就准备下一个步骤 OK 谢谢大家 OK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巧克力哦 装饰 的 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开了这个 microwave 所以我放进去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就是要转一个 一个就是 medium heat 它这里有放那个 power level的吗 应该是 power level 对吗 OK 它这里是 100 然后我们是要减到 污热 OK 这我们就开 时间 我们放一分钟 两分钟 OK 然后我们 start 好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 两分钟再见 OK 两分钟 这样就过去了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巧克力 是不是 它已经 涌了 好 好 就是搅拌一下 就可以了 哇 好 是不是很容易 也是烧焦 就是那个 温度 就是太久了 好 所以就减一分钟 这样子 好 好 OK可以 太烫变成 等下你做的巧克力哦 它就 要等它比较久 它才会硬 因为温度太高 我们就 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就准备 这一款塑胶纸哦 就是上次 在那些书店有的卖的啦 它是A4这样的size的 其实给你容易卷啊 还是怎样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巧克力倒下去 ok 之后我们就把这个 铺平 哦 ok好 也是鸡饭还没有中到的 所以我们再倒多加多少少下去 尽量铺给它厚一点的哦 因为等下巧克力没有 这样容易断的哦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这样子去按摩它哦 到什么程度呢 到它温度已经是全部均匀的时候我们就ok了 ok ok 所以我们就把它就是弄平一点 放在这里哦 大概一个半小时之后它就会 啊 set了之后我们就 啊 分割 ok 谢谢大家 ok 同学们 现在就已经是硬了 你可以看到哦 看到吗 你摸它只是还有一点手指印啊 哦 这我们就是要确我们要的款型了哦 这个就拿出来 ok ok 好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中间哦 这里切一刀先哦 用这个刀 这些不利的啦 如果你利的再把那个东西切乱 那这里也是中间哦 切一刀 大概大概就好了 我们就切一刀哦 再切一刀 ok 之后我们再切一刀 压住它不要给它走 走就不美了 yes 这些 好 之后就到那里 这里中间就一刀哦 再一刀 ok 再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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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ok 再来一刀 就是给它 越幼越美的哦 如果太粗的话没有叫美 就是越小条 就越美 看到吗 哦 ok 来了一刀 嗯 来了一刀 应该是在这里 对吧 好 好 ok 胶带 是不是胶带 看到吗 好 然后我们就把把它卷上来 就是这样子卷就可以了 好 慢慢这样子卷 看到吗 好 斜斜斜的卷上去就可以了 ok 之后这里呢我们就用这个塑胶带把它绑住 好 好 ok 等一下 转到一个圈 转到一个圈 ok 慢慢好 清爽一点 可以看到吗 好 好 之后我们就把它放进冷藏 这里冷藏 好 放下去就可以了 好 然后五分钟之后我们拿出来 ok 谢谢大家 这个蛋糕哈 就已经是 已经set了 好 看到吗 ok 之后我们就拿出来 撒上那个可可粉 好 撒上那个可可粉 coco powder ok 我们撒上可可粉 ok 这我们就 看到吗 好 撒满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它 会苦的话 你可以撒一层这个 糖粉先 之后才撒这个可可粉 也是可以 ok 但是苦哦 我们比较喜欢 男人是吃的苦的 你们女人就吃不到苦 哈哈哈 开玩笑 对吗 ok 之后我们就把这个蛋糕的边边 就是稍微切掉 看到吗 这个火腔 ok 好 哈哈哈 危险 OK 之后我们就 把他的边边我们切掉 哦 ok 之后呢 边边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哦 等下 看到吗 好 你烧烧热那个刀切它就比较美了哦 如果没有烧热的话就 比较烧烈一点啊 啊 啊 ok 只要做四方的蛋糕 我们都是这样子切哈 然后漂亮的也是那句啊 漂亮的就拿去卖哈 不漂亮的我们自己吃 然后我们就把他这个火就把他收掉哦 看到吗 多么的漂亮 好 ok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 蛋糕版就是把它卖干净 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试下它的味道 来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哇是不是很有水准的蛋糕 ok 然后这个我们 把它收收收一盘先 现在我们进行这个装饰 ok 好 喔 ok 之后我们就放满那个刚才我们做的巧克力就可以了 ok 谢谢大家 等一下 ok 把它要推远一点 ok ok 吓唐 吓到我 我以为有鬼 ok ok 我们就把它打开 好 哎呦 好 不美的我们可以把它剪一剪 所以不美的我们把它丢掉 然后我们就找美的来用就可以了 ok 这个没的好这个没的 这个没的没的 哦 ok 把这个蛋糕 装饰一下 ok ok 就是这样的 好 就选好巧克力 没的 我们就进行装饰 就是这样子 哦 放上去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 怎样擦都可以了啊 就是你把它放满就可以了 ok 擦这些 比较长的 但是我们看到就比较美 好 最好是在冷气房 做这些巧克力不然它很快就会溶啊 那这样擦上去就可以了 ok 放满它 什么都可以擦的 ok 看到吗 就是 插满它就可以了 插满它老师什么话来的 不好意思 老师 放太多时间做蛋糕了 所以 怀疑不好 请大家原谅 好 ok 应该是这样的 全部 全部 好 ok 哇 同学们 今天的课程 就完成了 ok 谢谢大家 有言再见 我也借了 先让我先做蛋糕了 好 我先做蛋糕了 请你们 我先做蛋糕了 我先做蛋糕了 好